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我們趕快來介紹 今天要來PK 親子料理的兩位藝人 這兩位雖然都沒生過小孩 也都還沒有結婚 但是兩位不是長腿的模特兒 我今天應該要跟他們站遠一點 來 歡迎林 李懿 嗨 你為什麼今天沒有把腿露出來 因為他露腿啊 他的腿比較細 我想說我不要自取其辱 不會啊 因為我雖然掛著模特兒公司的名號 但是我本人已經發胖5公斤了 你有胖5公斤 有 所以拜託不要叫我露 不是啊 你們那個名模節目 到底是有吃得多好啊 火石有那麼好嗎 因為你出外籍很累 你就會吃得很多 然後再加上來的來賓全部都是模特兒 你就會覺得 那你不是模特兒嗎 我現在一直跟大凱放一組 他想走另外一個路線 可是我看全體也沒有變胖啊 對 他們都沒變胖 這是沒天理的事情啊 為什麼 怎麼會不變胖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KID出外景 可以胖12公斤 我告訴你 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體力消耗大 你就會吃得多 對 但是我覺得你不要找藉口 因為接下來旁邊這一位 陳宇喬 你看看他的身材好嗎 歡迎宇喬 嗨 大家好 我是宇喬 為什麼一樣你們都一樣出外景 就沒有變胖 可能就是 而且你還出寫真集 他現在休養已經大概兩三個月了 所以我有變瘦 因為出寫真集 他曬黑 對啊 所以他在這中間 就是有稍微回復身材 你回來出啊 你回來出 我跟你講我之前也是又晃又黑 真的 有 我之前有曬黑 他沒有到很黑 可是跟他現在比的話是黑的 之前是髒髒的黑 你們這些model真的講話很不實際 不可取 不可取 接下來這位講話非常實際 因為他要講的話我們一定都要聽 來歡迎營養師 尤依玲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要問一下 依玲 你會不會覺得在他們兩個旁邊 會覺得我們兩個今天 是不是應該要退出這個攝影機 不會 我很想要閃開一下 而且你們剛剛好說白色 真的 白色 我們都有膨脹的效果 你們都穿這個什麼灰色對不對 他們看起來好瘦 灰色掉 但我問一下兩位 到底會不會做菜 你會的嗎 你會的嗎 我為什麼結巴 我聽你在鼓鼓啦 你最好是會做菜 不是 我真的會 鼓啦鼓啦 因為我以前還沒有住台北的時候 然後家裡就沒有廚房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家有多亂嗎 我告訴你 我現在家裡真的很乾淨 你是情人 我告訴你 年紀過了30歲之後 真的什麼XX 年紀過了30歲之後 我走上升 上升的星座是愛乾淨的星座 愛上升星座 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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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沒有 然後我朋友說 我怎麼上升獅子 他就說很愛乾淨 很愛乾淨 妳的太陽在 我們要不要改成星座 你的太陽在女郎 你的上升在獅子 就是一個衝到不行的人 你以為我不知道 你早上起床的時候就 起床了 隨便穿上衣服 我就衝出去了 我是隨便穿上衣服 可是我現在就是 在家裡真的是 有一些整潔 你以為我不知道 我認識你的朋友 你來我家 你來我家 你這樣亂到不行 我跟妳講 真的亂到不行的是 我旁邊這一位 我說真的 我跟妳講出國的時候 因為我是很喜歡分類的人 所以我的行李 就是一包一包都是分好的 對 你知道她行李是炸掉 一炸掉 就這樣爆炸 真的不可思議 真的 他們家才是亂的 可是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 我就是需要 就是有沒有整理 就是我不會整理 但是我東西都很乾淨 妳就是小公主 但是我是愛乾淨的 就是我幾乎大概兩天 吸一次地 就是我有潔癖 但是我東西是 我不會整 是找地機器人做的嗎 不是 我本人 我跟妳講地板是乾淨的 可是地板有 看得到地板的地方比較少 就是都被衣服和一些東西 被打掃 我好難想像 因為我覺得陳宇喬 宇喬看起來是那種很愛乾淨 然後皮膚白白 然後每雙鞋子就漂漂亮亮的 然後家裡一層的人 人家很愛護他的包包 衣服和鞋子 可是就是會亂 因為東西太多了 所以就是會亂丟 那如果是你們兩個 是這樣生活習慣的話 你們煮的東西能吃嗎 我跟你說 我今天可以不要試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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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 你不要試吃 你會做菜... 我很會做菜 我之前住澳洲 住日本 我當然會做菜 而且我很喜歡下廚 因為我去上那個 澳洲有什麼好做菜 就是生菜沙拉 全部丟一丟 然後沙拉醬加進去就好 煎牛排 然後做Pasta 燉飯 都是我拿手菜 真的啊 燉飯不是很容易耶 對啊 而且我最厲害的是 西班牙海鮮飯 真的很難拍啦 而且我是做超漂亮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澎湃的那一種 很澎湃 你會做什麼菜 我其實因為我家的 其實就有一個完整的廚房 所以我基本上是叫做完整的廚房 沒有 以前我租套房的 然後是那種電池爐那種 那種電池爐 好... 我家現在是有完整 有兩個瓦斯的那種 那你做什麼 然後我以前都是 比較常做那種 就是中式料理 是炒菜的 可是因為 我覺得炒菜它的油煙 然後就是比較多 還要放鹽巴 對... 所以後來就變得比較 清淡一點點 都是過水煮的那種 比較多 或醃製的 那也比較符合 你們兩個是模特兒 對 就不能吃太油膩的東西 你不要吃炸的或什麼 這非常符合 我們營養師的要求 沒錯... 不過呢 評審不是我 評審對 評審是小孩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 特選食材是什麼 然後要看特選食材呢 之前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味噌 你知道因為今天雨喬來嗎 所以我們特地設計了 因為兩位都是模特兒 所以吃的要可能比較稍微 比較健康一些些 那味噌其實很多人都知道說 煮個味噌汁 然後很多日本人 每天早上都要起來喝個味噌 但你知道嗎 今天就算有一個最新的說法是說 現在最新流行煮的味噌湯 竟然是用洗米水煮的 咦 哈囉 洗米水 不是就是用來洗鍋碗瓢盆的話 真的會煮味噌湯比較好喝嗎 熱騰騰的味噌湯煮起來簡單 是餐桌上很受歡迎的料理 不過你知道嗎 味噌湯要入味爽口 不妨用洗米水來煮 洗米的時候總要來回洗個幾遍 記住可別浪費了 第一輪的水拿來洗碗盤 對付油膩最有用 一盆水只能洗全家碗盤 重點在第二輪洗米水 加上味噌 豆腐 蔥花 不僅能重複利用水 煮出來的湯頭更鮮甜 連蘿蔔湯也適用 另外像燉煮料理水的用量大 一道馬鈴薯燉肉 傳統料理方法 就得用掉500cc的水 加上30分鐘慢火燉煮時間 耗水又耗瓦斯 如果改成放進砂鍋煮5分鐘 再用報紙或毛巾包覆 靜置1小時 只需要1 3分的水量 就大功告成 即使用水大作戰 達人料理法不僅省水 甚至還能吃到食材原味 對 我個人是覺得這則新聞 感覺有點偏調 因為它上面下的標題是說 省水大作戰 問題是我們現在 好像沒有缺水的問題 沒有缺水 對 但是我care的是說 真的用洗米水煮出來的味噌湯 會比較好喝嗎 你可以回去試試看 但是把握的重點 你剛剛要看清楚 第一次的千萬不要 第一次太髒了 對 我個人是回憶可能 大概第三次 對啊 要不然這樣子 第一次的話有點髒髒的吧 對 第一次通常是拿來洗鍋碗瓢 對 還有這樣 你第二次的話就可以 放在那邊 就是可以澆花澆水 澆花之類的 第三次可以 可以啊 很營養 對 很營養 很好啊 花花很開心 花花很開心 話我跟妳講的是什麼 很開心 但是 但我是想要問妳說 為什麼日本人 那麼愛喝味噌湯 那其實日本是一個 非常長壽的國家 味噌是真的有 它很高的營養價值嗎 對 其實味噌 它原物料是來自於 所謂的黃豆 大豆 然後經過一些 比如說黴菌 或是菌種的栽培之後 它整個發酵之後 它形成所謂的味噌 那味噌本身 它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它的那個黃銅類的 衍生物會增加 那增加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一定是預防三高 再來就是對女生來講的話 其實對更年期的媽媽 很有幫助 注意囉 真的更年期的媽媽 或是提前更年期到來的 脾氣暴躁的 它其實有穩定情緒 對 又可以讓妳提高 妳的皮膚的保濕度 跟抗氧化能力 了解 對 然後另外 味噌它其實本身 它有帶油脂 其實你仔細去發現 它雖然是調 感覺大家都弄成調味料湯頭 所以喝會胖嗎 不會胖 它是好的油脂 它裡面有維生素E 然後所謂的 不飽和脂肪酸的部分 所以你看日本女生 其實他們皮膚都滿漂亮的 對 水水嫩嫩的 對 因為它是好的油脂的來源 對 所以其實 但是它唯一的問題就是說 像日本不是有分白味噌 跟一些紅味噌 還有Mix的味噌 對 唯一問題就是來自於 它可能鈉含量的問題 可能過高 紅的比較鹹對不對 白的是甜甜的 對 不要選太鹹的這樣子 對 可是是不是有聽這種說法是說 味噌是不是有減低乳癌的 耗發率還是說對乳癌有幫助 還是怎麼樣 其實因為味噌本身 它是屬於大豆的一個 就是把它發酵之後的製品 如果是在大豆的過程裡 直接吃黃豆飯 或是吃豆腐 豆乾的話 其實它確實可以降低 復刻的疾病 包括乳癌 子宮頸癌這一塊 但是如果做成味噌的話 因為相對它的耐含量比較高 所以我們不鼓勵 就是用這樣來預防癌症 不過如果針對我剛剛提到的族群 如果你有比如說剛剛想要皮膚好的 然後漂亮的 然後如果你有三高 那你在做料理的時候 你不想放太多鹽 那你可以用味噌來做一個取代 了解 然後另外它的好的油脂 其實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它其實也可以增加 小朋友的飽足感 然後成長發育需要 所以倒是小朋友 真的可以用一點味噌來入菜 但是記得就是鹽不要太多 這樣子的話 是味噌是不是可以豐胸 因為跟大豆有關係 那你要多吃一點是不是 它有吃技術 它其實是 真的嗎 妳應該過了18歲了 我說我幫妳 我現在正在發育的小姐和學生們 是嗎 而且錯過了 你去買強奶胸罩 我為什麼要打雞 但是李懿 你跟妳說必須的量嗎 可以嗎 你吃了之後它不是讓你豐胸 它是讓你胸部比較不容易下垂 因為它本身就具有油脂 油脂跟蛋白質 它會讓你胸部有彈性 但是要變大 要變大是很難 但是納蘭量真的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味噌湯 我真的去日本 日本人喝味噌湯也太鹹了吧 很死鹹 太死鹹了 台灣人真的比較溫和一點 溫和 那既然是味噌 兩位都愛吃味噌吧 要用什麼菜來PK呢李懿 那既然是味噌 兩位都愛吃味噌吧 要用什麼菜來PK呢李懿 味噌雞肉餅 這看起來很厲害 小朋友我喜歡 因為我來的時候就有聽說 我們今天的評審是小朋友 對 小朋友最喜歡吃這種雞肉餅 拿在手上可以當零食吃 這感覺很像雞塊喔 小朋友 對不對 一定會喜歡的 但我懷疑你做不出這個樣子 對 我也懷疑 你們先不要吵 你是不是自己也懷疑 你們給我一點信心 你是不是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製作單位找 那個圖片對你太有信心了 這我不是上找的 這我做的耶 沒關係 這一段剪掉我跟妳講 這哪是你做的啊 這網路投票 這是顧客搞的嗎 我們就是要考驗藝人 到底能不能做出 跟圖片一樣的料理 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先把妳揣到外面 OK 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雨喬 我是覺得滿看好妳的 因為我覺得妳看起來 比較會做菜 我是真的比較會做菜 我帶來的就是 天秤做比較有美感好不好 對 我超美感 日式味噌茄子燒 收回這個嗎 收回 對 為什麼 這很簡單啊 超簡單的 這不就是把味噌裹上去 然後就烤完 把茄子化成刀這樣子切切 然後撒點芝麻和柴魚 今天不是跟小朋友嗎 小朋友不喜歡茄子 小朋友沒有 就是因為小朋友不喜歡茄子 我要顛覆 因為我小時候也不敢吃茄子 對 我是因為認識了 妳現在有敢吃嗎 我敢吃啦 真的喔 我後來是吃了像茄子燒 跟羽香茄子燒 我才敢吃茄子 真的喔 就是它的味道 把那個味道蓋掉 就是要有特殊料理 對 就是滷得很入味那種 對… 因為茄子妳直接吃 像炒的 那小朋友一定不吃 所以我要讓他們營養 均衡一下營養 不要只吃肉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覺得羽喬今天是 就是要顛覆 但我不知道妳會不會今天 就是哭著出去說評口 小朋友就不愛茄子了 沒有 妳等一下跟小朋友 肚子聊天 都選了一下感情 露腿然後又美 對… 妳是小姐姐 對… 好 我們今天的四位小朋友 都很可愛 我們來介紹唐唐 厲害 介紹Ella 還有精神 Star 還有阿綺 阿綺妳今天是班長 好不好 班長要照顧 要照顧兩位妹妹好不好 好 趕快來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首先是李懿要幫我們做的是 味噌雞肉餅 要用的是什麼食材呢 味噌雞肉餅要用到的是 雞胸肉150克 洋蔥四分之一顆 蛋黃一顆 杏州味噌30克 白胡椒少許 醬油少許 還有糖5克 沒錯 我今天派了兩位小幫手給妳 是阿綺哥哥 以及堂堂妹妹 嗨 妳們是大二廚 還有三廚 二廚還有三廚 我是大廚 那妳今天要請兩位幫妳拿東西 妳們可以幫我拿 雞肉還有洋蔥和味噌 GO OK嗎 好 出發 堂堂 好 妳跟這個 堂堂 堂堂好可愛 她才三水 洋蔥 堂堂 洋蔥 洋蔥在下面 洋蔥在下面 那是油爆 洋蔥 洋蔥 糖糖在下面 好 馬鈴薯不要 馬鈴薯不要 那這可以拿一次洋蔥 天啊 還是暖蘭 暖蘭 天啊 暖蘭 對啊 他還會照顧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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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上他了 怎麼會這樣子 阿綺哥哥 妳是幾月幾號生的 一百年 一百年 民國一百年 一月幾號 一月十三是我生日 摩羯座 摩羯座 有一點點難以捉摸 難以捉摸 難以捉摸 她是暖蘭會照顧妹妹 沒錯 都拿對了 那今天李懿要怎麼做呢 這道料理會不會很難 要簡單的 其實我覺得不會難 因為她就只是把東西都混在一起 然後把它拍打之後再拿去結合 好 這很簡單 好 怎麼做 好 我現在要先拍打這個雞修肉 把它剁碎 那在這個之前呢 我想要讓他們兩個有事情做 好 我想要讓他們幫我弄洋蔥 弄洋蔥 對 洋蔥呢 我先切那個四分之一顆 然後把它丟進去 他們就可以就是 幫我這樣搗碎 就是分工 就是把它轉轉轉就好對不對 對 轉轉轉這樣子 好 好 四分之一顆 再剁小一點 對 再弄小一點點 不能到時候放不進去 對 放不進去 來 丟進去 好 再丟一個 丟進去 丟進去 四分之一顆 那你們兩個就幫我轉轉轉 把它轉碎好不好 阿齊哥哥你先轉 然後你轉給糖糖妹妹看好不好 對 我們分開轉可以嗎 好 轉轉轉 麻煩你們 轉轉轉就行了 其實哥哥好有力喔 對 很好很好 做碎一點 做碎一點 要做碎 好 那你給糖糖妹妹轉好不好 給糖糖妹妹轉一下 你握了她的手 對 對 我不應該擋在他們 我不該當第三者 對啊 介入了他們 介入了他們 他們的爸爸都在現場對不對 對 這對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喔 我現在在就是把雞胸肉要剁碎 然後剁成像泥一樣 好了 這樣子比較好那個 好了 可以了 太小肉了 唉唷 妳真的好像還OK 還OK 我真的有在做喔 只是 太複雜的料理 我可能也做不太出來 對 想問一下怡里 如果是說小朋友吃雞肉的話 建議是雞胸肉還是雞腿肉 還是說其實都可以 怡里 好好說 你幹嘛啦 拿刀的女人有點恐怖 拿刀的女人都很可怕 對 但基因一樣專業 我還是要好好講一下 其實如果是瘦的小朋友的話 比較偏瘦的小朋友 其實他吃雞腿肉 其實是比較OK的 因為雞腿肉跟雞胸肉的比 像這個油脂會比較高 對 那如果瘦的小朋友 其實他可以吃雞皮 沒關係 對 雞皮好好吃 對 對 那如果比較胖一點的小朋友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是吃雞胸肉 雞胸肉他脂肪比較少 但是他還是有脂肪 然後他蛋白質成分很高 所以其實幫助小朋友生長發育都很好 了解 雞肉我覺得你可以丟進來一起攪一攪 我幫你攪 我把這個剁碎的 然後可以揪進去對不對 稍微剁碎的 來 一起攪 好 剛好就可以混合 我幫你一起攪 然後你可以處理味噌的東西 OK 再丟進來 攪完之後呢 我就要再打 我要打一顆蛋黃進去 打蛋黃 對 打一顆蛋黃 又有雞肉又有蛋黃 沒錯 這好營養喔 對啊 這很營養 我先你幫我攪 然後我先打蛋黃 打蛋黃是增加它的黏稠度就對了 因為你要做成雞肉餅 對啊 所以要有那個黏稠 反正就是有嚼勢 就是有蛋黃 對 而且主要雞蛋裡面的卵磷子 護腦的都在蛋黃裡面居多 對 沒錯 其實大人或小朋友 一天一顆蛋是沒有問題的 沒問題 我就是靠這個來混淆就好 可以耶 可以嗎 你就是靠這個來混淆 是聽說沒在做啊 我有 都是我才幫你弄 它是攪拌的東西 那我們就把剩下的都倒進去好了 那個醬油 你會不會太懶惰啊 對啊 你會不會太懶惰啦 好啦好啦 那你把這拿出來就好了 我剩下自己靠我的 你倒進來喔 醬油倒進來 還有什麼 把這個糖 你真的要剁糖嗎 你根本就不會做菜 我會 好了嗎 好了嗎 還有味噌 味噌好像最後用手在拌好了 你終於用手拌的東西 對啊 你就像那一台機器走 我怎麼覺得 你應該要給儀佩空通告費的感覺 對啊 你的通告費應該給我 都是我在轉的 不是 好 你想想要用 你弄 好 你們兩個弄 這是我二廚和三廚要用的 你們弄 轉錯邊了 都可以轉這邊 轉這邊 好 你幫糖糖妹妹 好棒 對 你拉著她的手一起轉 好 今天李懿用的味噌是白味噌 對 沒錯 白味噌是比較甜甜的感覺 對 然後紅味噌的話 是比較稍微鹹一些 30克 好 大概應該這樣30就對了 好 兩湯匙 就這樣算一湯匙 你到底會不會啦 小心喔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嚴重懷疑今天李懿來會有通告費 怎麼會 好 拿出來 好 拿出來 好 給你給你 好 然後這邊加一湯匙 好 你在弄那個味噌的同時呢 因為今天我們講的是味噌 你要記得把這個放進去喔 知道啦 我真的有那麼笨嗎 我會不知道把這個放進去 不是 我只是提醒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暴怒嗎 你要多吃味噌 會不會易怒 易怒 好好笑 好 我們來問一下巧巧 還有觀眾朋友 下列關於味噌的敘述 哪一個是錯誤的喔 是錯誤的喔 A 發酵食品不容易發霉 B 保存的時候要將空氣給擠掉 C 表層暗褐色代表變質了 來 瞧瞧喔 下列關於味噌的敘述 哪一個是錯誤的喔 是錯誤的喔 A 發酵食品不容易發霉 B 保存的時候要將空氣給擠掉 C 表層暗褐色代表變質了 來 瞧瞧喔 我覺得是A 因為發酵食品它還是 還是容易發霉啊 可是問題是發酵食品 你看豆腐乳 不是一直放在那邊嗎 還是要冰啊 而且像保存要把空氣擠掉 是沒錯 真的 然後第三個褐色是因為 它接觸空氣的時候 它會變深色 但是它還是 它沒有變質 真的 果然水瓶座女生都很 不是水瓶座 天瓶座 天瓶座女生都很有智慧 恭喜喬喬答對了 耶 不過要問一下怡霖 你要幫我們解釋一下 發酵的食品還是會發霉喔 會發霉喔 而且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有些家庭主婦 他可能忘記把它併在冷藏裡面 它其實外面那個 你看那個一盒的塑膠 外面其實都會有霉菌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沒有把它放在冷藏 它是會發霉的 雖然說它本身發酵的過程裡面 它是用菌去發霉 對 所以其實提醒 有些人自己在家自己做味噌 有啊 對 那個其實風險有一點高 因為第一個 你有可能發出雜菌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的容器沒有乾淨的話 那也有可能發出雜菌 所以其實它是會發霉的 如果說表面暗褐色的話 其實要注意 這個C其實也要注意 如果暗褐色 因為它是大洞裡面那個鐵 跟空氣中去做一個氧化 所以它會變成所謂的暗黑色 不過如果暗黑色伴隨著黴菌的話 其實它也是壞掉的 是喔 所以其實都不能放外面 要放冷藏 要放冷藏裡面 可是你知道我以前 就是吐司要是有一個角發霉 我都會把那個角就是 拔掉 然後吃剩下的那個角 不行啊 它還是發霉的啊 吃剩下的東西 你看一下以理的表情 那整天都是發霉的 不是欸 吐司如果只有一角發霉 可不可以只把那角撕掉 你知道那個菌絲是會長進去的 那個是你看不到的 妳有上過微生屋看那個鹹味器嗎 它沒有 高中 對 它沒有 妳到底有沒有 有啦 那妳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妳就會覺得它剛發霉沒有差 妳家真的很髒亂 真的沒有 以前我現在絕對沒有這問題 好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吐司雖然今天是有點差題 但吐司如果只有一角發霉 妳就整個都要丟掉 對 那如果是一條吐司 只有一片發霉呢 其他片 所以其實吐司買回來 要做分裝動作 是喔 真的 因為一包吐司大概有10片 那大的有20片 對 其實我們建議是把兩片兩片 用塑膠袋把它隔離起來 因為有可能就像妳說的 就是它會發霉 對 然後其他它沒有 那這時候就很掙扎 我們建議是丟掉 可是有時候大家會覺得好浪費 所以其實買回來就要先處理 了解 無論是味噌還是吐司 大家都記得 發霉就不要再吃了好嗎 不要那麼省 李懿 妳可以 妳今天可以安然的長得這麼高壯 我也覺得妳是滿厲害的 可是我跟妳講 我媽 我媽要是那種 可能過期個一兩個月的東西 她都覺得沒關係 譬如說醬油或什麼 她都會繼續給我們吃 不好意思 今天不要聽李懿講的話 她帶給大家都是錯誤的請 好了 妳剛剛把那個東西都拌了 然後連味噌都在裡面 攪和完了之後 妳今天就把它放到那個袋子裡 對 我打算就是給我的兩個助手 然後給他們敲打 幫我把它敲打一下 要拍打一下 那拍打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要把它 蜜蜂 蜜蜂把它綁下來對不對 對 應該要綁下來 好 那交給阿綺 她已經在拍了 她已經在拍了 對…就是這樣子拍 拍…就可以了 好 我換個面 好 來 好 阿綺妳幫忙一下 阿綺妳力氣比較大 可以了 阿綺這邊這邊 阿綺這邊有一袋 這個給阿綺 我要 等一下…妳拍完了 你們一人一包 你們一人一包 這個是你的 這個是阿綺哥哥的 好不好 好 再拍個兩下 妳再拍個兩下 小孩子有怒氣的時候 有怒氣 奇怪 阿綺 誰欺負妳 趕快把它打 誰欺負妳 小朋友想要在外面跟同學打架的時候 妳就叫她不要打 妳回來打雞肉餅就好了 弄完之後 我們剛剛已經有槌好的 然後把它拿出來 就像這樣子 有點稠稠黏黏的那種感覺 對 之後要冷藏20分鐘 20分鐘 因為妳要讓那個 我們剛剛放進去的那些入味 對 所以讓它冷藏20分鐘 然後拿出來之後呢 把它捏成丸子 對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煎了 好 捏成丸子之後 再把它弄成像餅一樣 對 可是我會在鍋子裡面用那個 把它壓扁 是 對 然後煎的時候就慢慢 小火嗎 還是中火 我通常是 會中火 讓它把表面就稍微熟了之後 再用小火讓它裡面熱 因為這樣外面才會變得比較漂亮 對不對 沒有 我是不是會做菜 沒有人答應 妳幹嘛逼 製作人點頭 妳真的很奇怪 他們剛剛突然 終於有讚賞聲了耶 哪裡 他們剛剛不是 那個是心笑好不好 那個是心笑 你要多少讚賞聲 我幫妳按 你看 我以為是幹嘛 你會不會想太多 好 然後呢 你就是先讓雞肉的表面那個餅 先上色之後 用小火 然後慢慢把裡面給煎熟之後 成品呢 就會變成這樣子 而且看起來就很健康耶 對 看起來不錯吧 對 你旁邊可以放一些蔬菜 是 或者是說 一些生菜 你也可以放在旁邊 就搭配對不對 沒錯 好 李懿做起來其實還滿有模有樣 但我覺得妳應該要分 一般的通告費給我 可以 可以喔 接下來呢 就換長腿妹妹 我們的小公主 喬喬上場 好 接下來要換喬喬 要做的是日式味噌茄子 要挑戰小朋友 到底會不會吃茄子呢 對 今天要做的食材有哪些 來 來 有茄子一汁 芝麻少許 白味噌200克 米酒 還有鹽跟醬油 你用的食材 比比例更簡單耶 對啊 因為我想說 有時候在家裡面 小朋友跟媽媽可以一起做 對 而且妳這道料理 超適合當下酒菜的 對 根本就是宵夜 就是宵夜 就是宵夜啊 好 那我今天派兩位小幫手 斯大哥哥跟艾拉妹妹 妳要派他們兩個去幫妳拿東西 我想要麻煩他們幫我拿食材 要幫我拿茄子 味噌還有芝麻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go 小朋友現在都很聰明 馬上就知道茄子是茄子啊 茄子啊 茄子好軟喔 味噌呢 因為茄子是紫色的啊 對 味噌呢 就是我們剛剛拿的那個 味噌 味噌放在籃子裡 還有芝麻 芝麻咧 一顆一顆白白的 厲害厲害 對 我好像看過他好像散過電視 對啊 Ella 你現在在把妹嗎 對 好 來 真的喔 你在把妹好了 我把這個移過去一點 這樣才可以拍得到 好 然後因為它 假如說切一半的話 它的肉會太少 是 所以我就切了大概三分 把三分之一切掉 像這樣子 嗯 你之前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應該都自己做菜吧 對啊 因為日本吃外食很貴 很貴 我都自己做 然後呢 現在要先把它 切一橫一橫的 一橫一橫的 就是像格子這樣子 好 但是又不能切到底 對 重點是 切一橫一橫是要讓 等一下味噌會入味 對 入味 比較入味 怎麼覺得巧巧在做料理的時候 感覺很像是在做手工藝品 很可愛 就這樣一格一格 好 一格一格 其實這道料理非常簡單 如果你說你想 晚上的時候想要在家裡 吃個宵夜 對 吃這樣子的話也感覺好像 比較不傷身體 對啊 因為它是用蔬菜 所以它熱量很低 對 但是如果是因為我們用 那個味噌去調味的話 可能女生隔天吃完 要多喝一點水 不然妳會腫起來 對 了解 然後 然後 妳這樣切一片一片是怎樣 沒有那個不要了 那個不要了 對 那個是 這個 就這樣子 就是因為長這樣子 然後 就是我準備了一盆水 對 然後把它放進去 放到水裡面 然後加鹽巴 然後 一點點 一點點 咬咬就好了 這樣子 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OK 加鹽巴是為什麼呢 因為怕那個 茄子會變黑 會變色 然後讓它泡在鹽巴裡面 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苦澀味也會沒有 了解 我是不是還有聽說 人家會泡有一點醋 對 醋 或檸檬其實也可以 也可以 對 但檸檬會有味道 醋是可以的 因為等一下要做味噌 了解 好 把它泡完之後 其實我覺得 我們不要浪費食材 譬如說妳在家裡 妳切下來這個 妳也可以塗一點點的味噌 也可以直接進去泡 或者是煎煎也可以 OK 好 然後泡完之後 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這已經是泡好的了 對 就像這樣 泡完之後呢 它真的不會變色 對 它就不會變黑黑的 對 所以它就會這樣白白的 比較漂亮 我覺得以前我們小時候 對於茄子不好的記憶 原因可能也是因為 我們那個時候 還不曉得說怎麼處理茄子 然後每次都軟軟的 或是說 對 或是說 媽媽也不知道說要泡鹽水 所以看起來就 喔 喔 媽媽媽 就不想吃 是不是髒髒的 泡完鹽水之後 但是它髒髒的其實是它的花青素 蛤 真的嗎 對啊 它是抗氧化成分很高 對 那所以 髒髒的沒關係 其實沒關係啊 因為紫色它其實就護膚 它其實對皮膚來講是很好的 但它吃進去 了解 但是你就是為了漂亮 所以你可以泡一些鹽水 對 好 泡完之後呢 泡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烤箱了 直接烤啊 對 你不用弄味噌啊 你味噌還沒上場耶 對啊 就先烤它 烤完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就變這樣子 然後我就要塗我們的醬汁 好 所以你醬汁是後來才弄的喔 對對對 這樣的話它才不會死鹹 不會太死鹹 OK 這大家也可以學起來 那醬汁怎麼調呢 這是醬油 醬油 OK 然後 這是啥 這應該是 魏玲 魏玲 對 我們今天派了兩位 漂亮的妹妹 都不知道那個食材是什麼 超美酒 你們兩個分我一半那個 什麼寶貝 真的 米酒 一點點就好了 好 然後接下來就加味噌囉 對 加味噌 然後如果不要太鹹 味噌其實就一匙 你這樣算是一匙半吧 對 一匙半 好 那當然呢 今天剛剛烤得巧巧她答對 但我們要問一下李懿 可是問題是李懿 她做菜感覺比較不會 所以我給她的問題比較簡單 你這個再答錯我就要揍你 電視劇情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打打看喔 味噌有益健康 但是日本日前推翻了吃味噌 可以抑制胃癌的說法 原因在於 味噌的哪一個 微量元素含量較高 不要讓我看題目 來 什麼 剛剛怡黎老師有說 對 就是我們的那 恭喜你答錯了 你又出去 怎麼可能 答錯 不要弄你啦 不要鬧你啦 好不好 嚇到她了 A是假的 B是鈉 C是葛 其實這題非常簡單 剛剛已經有講了 原因就是因為鈉含量太多 對 因為最早期的時候 我們一直研究日本的飲食 為什麼它會長壽 然後癌症比例低 是因為它吃很多大豆的東西 包括大豆製品 還有什麼 納豆 早上會吃納豆 然後還有就是像這個味噌 然後他們早期的研究發現說 確實味噌 豆類製品可以預防各種癌症 包括胃癌 乳癌 跟所謂的一些復刻的癌症 但是這幾年發現 因為他們在做味噌的時候 剛剛其實怡配有提到 其實他們會做越鹹 對 對 然後其實鹽 其實還有鈉的部分 其實會造成胃癌主要的一個因子 了解 然後另外就是日本人 其實胃油門感菌也滿多的 所以其實他們 胃癌的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他們發現說 再吃怎麼大量的味噌 其實還是壓不下來 他們胃癌的因子 然後加上他們其他 不只是吃味噌鹹 他們吃其他的東西也很鹹 其實日本東西很鹹 對 拉麵也鹹 比如說我們去吃拉麵 或是烏龍麵 什麼蕎麥麵 吃第一口就說好好吃 好濃喔 所以後面心想說 天啊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日本人一直要狂喝水 所以味噌他們那時候有做研究 發現你一天不要喝 超過三碗的味噌 要不然超過三碗 它可能會提高胃癌的 發生率的比例 大概會兩倍以上 了解 所以大概控制在一碗到兩碗 其實都還OK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不是味噌 鈉含量其實大家都要注意 因為一直 對小朋友來講 它有影響身高 會影響身高 對…如果吃太多的鈉 它的鈣子也會流失 難怪日本人都不大膏 沒有 要犯了 對 對 因為吃太多鈉 所以他們高的人比較少 真的 日本人平均身高 算是比較小隻一點 是 OK 所以大家要注意囉 對 不希望小朋友長不高 鈉真的要控制一下 當然小朋友糖也是問題 糖也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對 沒錯 好 剛剛攪拌好了 攪拌好了 謝謝兩位 謝謝 對啊 你看小朋友可以一起做 就這樣塗上去 塗上去就好了 你想不想塗看看 好 我們來塗看看 因為剛剛這個茄子 其實大概烤了10到15分鐘 10到15分鐘 就讓它比較縮起來 對 對 就是你可以觀察一下烤箱 如果茄子它有一點 往裡面縮的感覺 對 就差不多了 OK 但是茄子要吃熟的 因為茄子它其實 如果你吃不到 沒有烤熟的話 其實你吃完 你嘴巴會有一點麻麻的 色色的 那其實茄子本身有一些 草酸跟生物件 對 所以茄子一定要熟 要不然小朋友會 嘴巴會癢 可是問題是 你說瞧瞧它現在弄這樣子 我就不知道它到底熟了沒 熟啦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平常在家裡 好像比較難判斷 其實熟了沒 其實他就發現 它裡面那個白色會變得比較白 哪裡 就是這裡 中間 對 會變得比較白一點 有點像是 從那種白色變成 有點像乳白色這樣 然後另外茄子的顏色也會變 對 因為它原本是這種白 對 然後它會變得比較白一點 對 然後它會變得像 比較再白一點 對 紫色的皮也會變比較 也會變 也會變一點 所以要提醒大家 吃茄子一定要吃熟的 不然有生物鹼的話 對身體也不好 對它嘴巴會麻麻的 小朋友 好 這樣子 送進烤箱烤 再烤五分鐘 再烤五分鐘就好了 對 那烤完之後變成 好漂亮喔 就這樣子 這看起來超不像茄子的 這超能於木混珠的 是 就切小小塊 就小朋友不知道是茄子 騙小孩子吃茄子 OK 好 巧巧的料理也完成了 然後撒上芝麻 好 撒上芝麻 來 好 日本料理也少不了芝麻 我想問一下伊里 巧巧這道料理其實很簡單 它有什麼樣的營養成分 還有它後面有加芝麻 有幫助嗎 其實這道料理它熱量非常的低 我覺得這道很適合媽媽 晚上如果說真的偷偷一個人 想要吃宵夜的話 想喝點酒 對 這道是真的可以用這一道 平常的話 如果你是給小朋友吃的話 它紫色的 確實對小朋友的腦袋 是有幫助的 花青素 它是媽媽是護膚 小朋友是腦袋的部分 白芝麻其實 因為它這邊是撒的白芝麻 它是把它撲整個撲 白芝麻它是屬於在堅果類裡面 那有些女生減肥的時候 她不敢吃油脂 那事實上你加一點白芝麻是好的 反而讓你在減肥的過程裡面 你皮膚不會長皺紋 對 但是盡量酒喝少一點就對了 真的 在跟你說 你的深夜食堂 旁邊這段可以剪掉 你管我要喝多少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馬上來進行品嘗的時間 究竟今天李毅的味噌雞油餅 要PK巧巧的日式味噌茄子 到底誰會獲勝呢 待會兒就揭曉囉 好 今天兩位長腿妹妹 到底料理用味噌做的料理 誰會獲勝 馬上要進入試吃時間 比較想先吃哪一道 不如就先來吃李毅做好了 李毅姐姐 對 因為妳做的口味比較 我覺得比較清淡吧 小小那個味道可能比較重一點 好 吃雞肉餅 那個Stard哥幫我吃這個 對 就前面這盤 還有阿琪 阿琪班長 那我來 祈哥幫我吃一下 祈哥 他會想吃 阿琪幫我吃那個 祈哥吃一口 我們一起做的 我們一起 妳們一起做的 妳要吃一口口 沒有 那妳吃這個小哥的就好了 好不好 看一下 白白的 就小朋友我們有想吃 那那個這個 吃一下Stard哥哥 厲害 好吃嗎 糖糖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喔 Ella覺得好吃嗎 好吃喔 好像糖很紅蟲耶 糖糖快吃完了 真的喔 Ella一直說好吃耶 糖糖好膨脹喔 她剛剛 她也在吃第二個啦 妳看為什麼阿琪的麵色 有一點點 沒有 味道 阿琪妳吃大口一點 她不要 妳不喜歡吃肉喔 怎麼可能 是不是沒味道 阿琪很內斂 為什麼 為什麼妳吃那麼小口 唉唷 厲害喔 Stard吃完囉 掌聲鼓勵 好棒喔 好 全部都吃完了耶 阿琪你看 班長一定要全部吃完 哇 厲害 小朋友就是要用雞醬吧 阿琪好帥喔 小朋友就是要雞他 一口吃 對 好帥 中和的阿琪 好 連她哪裡都知道了 她剛才跟我聊天聊很久 中和的阿琪 中和的阿琪 好 接下來要吃 小喬姐姐做的喔 好 換這個好不好 這是我做的茄子 茄子 好 茄子也是一口吃掉喔 來 這個盤子給依佩姐姐 來 很香喔 好好吃喔 好棒 這節目的小喬 阿琪好厲害 對耶 她一口吃掉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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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 阿琪很厲害 阿琪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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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送出來嗎 可以可以 妳不喜歡太大口 妳不喜歡嗎 不喜歡 她不喜歡茄子 我好像有一票 完了 我總覺得妳會落死一票 好 沒關係 不要勉強 對 不要勉強 但是Emma說好吃 好吃喔 妳平常就敢吃結束嗎 我兩個都好吃 真的喔 謝謝 敢吃喔 阿琪妳覺得兩個都好吃嗎 那接下來我們要 投票之前 我們先請伊莉來預測一下 好 我覺得啊 因為剛剛這兩個都吃 我也是先吃李懿的那個雞塊 我覺得它那個很像 外面早餐店賣的那個雞塊 真的假的 味道很好 而且我的也有營養價值吧 對 因為它主要是雞肉蛋白質 所以其實小朋友在點心的部分 而且他又把洋蔥融入進去 小朋友可以吃到膳食纖維 然後又可以吃到蔬菜的甜味 又可以吃到很豐富的蛋白質 妳那個很像早餐店的雞塊 但是沒有這麼鹹 而且油脂比較低 但是味道夠喔 夠 夠 我覺得很好吃 對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會喜歡 很像就是要在吃雞塊這樣子 對 因為小朋友很愛吃雞塊 沒辦法抵擋雞塊 對 那 那是那個喬喬的 喬喬我覺得那個儀佩會喜歡 下酒菜 更適應 畫什麼適應 我去妳家做給妳吃 好 來 它那個味噌 其實它有入到那個茄子裡面 因為茄子軟的嘛 它剛好畫刀 剛好那個方式把它入味進來 對 可是相對來講確實比較鹹 真的妳吃完之後 會想要喝一點東西 對 所以小朋友如果 一般的小朋友味道沒那麼重的話 我覺得雞塊會獲勝 因為它就是外面的雞塊 因為我剛剛看了之後 我覺得雞塊應該也會獲勝 除非他們有人要跑票 因為剛剛有一位 堂堂就已經把茄子吐出來了 我就跟你說吧 我比較奸詐 因為我知道小朋友 所以我就有用一些 小朋友的一些 如果妳今天是用什麼杏鮑菇 上面多一點 對 可能是杏鮑菇 我想妳上面淋一點肉醬 對 像茄子不是會要弄一點肉醬 妳就會 小朋友就會喜歡 好 要票選了嗎 對 但是接下來就要投票了 好 好 馬上就要來投票了 到底誰會獲勝呢 阿祈班長先來投 來…妳來 宜佩傑這邊 好喔 右邊的是那個雞肉餅 像雞塊一樣 左邊是那個 妳剛剛一口之後吃掉那個 味噌茄子 妳這邊有睫毛 好 妳準備好了嗎 妳要投誰 已經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來…妳來宜佩傑這邊 好喔 好 右邊的是那個雞肉餅 像雞塊一樣 左邊是那個 妳剛剛一口之後吃掉那個 味噌茄子 妳這邊有睫毛 好 那妳準備好了嗎 妳要投誰 已經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好開心 謝謝 謝謝 謝謝阿祺 果然男人是喜歡重口味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 我們要分配一下 讓你們心臟有在跳出來 再分配一位女生好了 妳說糖糖嗎 糖糖明顯 因為我怕 我怕等一下那個 什麼男生都投茄子 對不對 糖糖妳先來 她會不會年紀這麼小 就知道做效果 從這裡 好好投茄子 但如果是隨便投呢 好 糖糖那個 右邊的是雞肉餅 然後左邊的是 妳剛剛吐出來那個茄子 好 那妳投妳自己喜歡的 好不好 好 請投票 好 沒做效果 這麼小不會做效果 這麼小不會做效果 好怕他們做效果 好 來 妳坐進去 因為我很喜歡的 妳先站那邊 妳先站那邊 妳先站這裡 很喜歡 喜歡蔬菜 好 她吃蔬菜的 好 她喜歡吃蔬菜 OK 那接下來 我們再派一位男生出來 來 斯大哥哥 斯大哥哥 好 來 妳要投妳自己喜歡的 妳喜歡哪一個 真的 妳兩個都覺得好吃嗎 表示心中如意 有一個 右邊的是雞肉餅 左邊的是那個味噌茄子 好 請投票 男人都過了 男人喜歡重口味 你們適合來我家 你們可以喝一些軟性飲料 好 那接下來 最後關鍵就是Ella妹妹 Ella妹妹 女生不知道會不會投雞肉餅 因為女生喜歡比較清淡的 對 如果她投雞肉餅的話 表示她有當模特兒的特質 有沒有 她腿又長 她腿又漂亮 是 好 那妳等一下就投妳喜歡的 兩個人都覺得好吃對不對 好 請投票 你們的小朋友都很像到耶 真的耶 真的耶 沒有 我跟你講 她們真的不會做效果 她們真的是真心 真心 真的 好可愛 好開心喔 我覺得今天這集很棒 原因是因為 其實 剛剛以理由講了 如果以營養價值成分來說的話 其實是靈液的比較 對 靈液的蛋白質含量比較高 對 但是倒是我覺得 那個茄子那一道 真的不喜歡吃蔬菜的小朋友 可以試試看喔 對啊 尤其是男生 可以引誘小朋友來吃蔬菜 我覺得滿棒的 而且我們今天也發現 男生真的喜歡重口味 對啊 對 你有想要吃蔬菜對不對 好 但是我覺得 小朋友就是不要挑食 不要偏食 譬如說 像李懿做的雞肉餅 或者是說 喬喬做的茄子 其實都可以選擇 今天恭喜兩位 平手 謝謝 謝謝 也謝謝喬喬 也謝謝伊莉 就是樂 就是叫見 不平手 平手會幹嘛 平手會幹嘛 來 你幫他握手 握手 好 就是樂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